在防疫期间 民众如果要进入卖场 或是到开放性的室内空间 除了要量测体温之外 也必须要做好酒精消毒 但是为了避免出入民众 手部按压酒精的重复接触 现在花莲市就有水电材料行 自行发挥了巧思DIY 利用塑胶管打造出了 脚踩式的酒精喷雾 踩着眼睛水源 双手摆放在酒精喷嘴前 用脚轻轻一踩 就可以避免接触完成手部消毒 让不少民众都觉得好方便 设计怎么样 不错啊 虽然有巧思 对啊 我都在想要怎么做了 谁发明那么厉害 你觉得他们做这个觉得怎么样 我们实用的 很厉害哦 这看似奇特的支架 是华莲市一间水电材料行 在防疫期间 即使广义发挥巧思 请师傅利用塑胶管 DIY打造出的脚踩式酒精喷雾装置 当初就是因为 每一个手都压同一个地点 所以前面后面的人 当然会连接到 才去想这个办法 胶材比较没有那一种 用电控制会常常会去故障 也不会人家大力小力 往往东西会损害 这个损害的话 即使采大力管子再换货 花不了多少钱 虽然在花莲地区 已经连续五天零确诊 但民众在防疫的部分 还是不能马虎 业者展现专业 自创防疫神器 就是为了减少民众 重复接触的感染风险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不用讲